中国政府通过各种欺骗手段要求海外维吾尔族人返回家乡,但回国后将被镇压。 最近中国当局发出通知,要求海外维吾尔族退休人员在7月31日之前返回东都厥斯坦,以弥补有关退休金的文件,否则他们的退休金将被停止。 另一方面,流亡法国的顾利巴哈尔女士的经历引起了公众的注意,早在2016年,中国当局要求她返回东都厥斯坦,以提交相关的养老金文件。 出乎意料的是,返回后,护照被中国警方没收,她被关进载集中营。 最近有可靠的信息表明,流亡哈萨克斯坦的东都厥斯坦退休人员的养老金已被暂停。 谷歌研究小组发现,间谍软体系由多个被海网站在海入iPhone手机,时间长达两年。 TayQuash报道,这波行动目的在监控维吾尔穆斯林,但一般人连上网站也会遭殃。 谷歌今年初发现一群网站被海后,被用来对iPhone用户进行无差别水抗式攻击。 此类攻击透过在何方网站植入恶意城市,在任何iPhone用户登入网站下载到手机上。 倘若成功及安装监控用的城市,对此有媒体引述消息人士指出,这些网站入庆行为是国家支持的攻击行动,可能是中国,而目标则是东都厥斯坦维吾尔族穆斯林。 以色列军队报告说,里巴能向以色列方面发射了反坦克炮弹。 在距离里巴能边境4公里的地区开放了收容所,并呼吁公众留在家中。 里巴能总理萨尔德·哈利利,呼吁国际社会为防止真主党组织和以色列之间的相互紧张而进行干预。 乌兹别克斯坦在独立日宣布大赦,据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府新闻办公室发表的声明, 总统米尔提亚叶夫在该国独立28周年之际, 签署了一项关于赦免对自己犯下的罪行、有忏悔之意及希望通改前非的囚犯的法令。 据该法令,共用65名囚犯获得大事。 在此框架内释放30名囚犯,其中13名囚犯是有条件的释放。 此外减轻了20名囚犯的罪行,并且还缩短了部分囚犯的刑期。 德国FDP党议员雷赫表示,我们看到一国两制不适合香港,我们得重新考虑台湾。 德国外交政策网将这种态度描述为支持台湾分裂和放弃,一个中国政策。 德国国会议员雷赫表示,欧洲国家英调人对中国民主化的期待以及与台湾的关系, 他也力挺台湾参与国际组织。 中国政策让台湾没办法到联合国是错误的,我们民主国家必须支持台湾这个自由民主的国家。